今天是5月13号 我想说一件事 就是公知 以前叫公知 后来叫臭公知 这个叫公知的时候 我没记住这件事 为什么呢 在我看来 公知就是公共知识分子 他利用他自己的知识和学问 向大众做启蒙 普及常识 也是为公众争取利益的 是这么一群人 当然我知道 在真正的史学意义上 公共知识分子还是有定义的 早就有 19世纪就有 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下 公知就是这么个意思 但是我们就不好意思承认自己是公知 你想想 就别说公共知识分子了 你有多大本事 你敢承认说你是知识分子 但是现在公知成了这个过街老鼠 是人人喊打的对象 现在这个公知这个词已经臭大街了 再没有人敢承认了 所以我崔永元今天要在这儿郑重宣布 我是公知 如果这个社会这个世道 打的这个社会上没有公知了 我就是最后一个 我是公知 我要重复三遍 崔永元是公知 永远是公知 不管你们怎么愤恨他 怎么打倒他 怎么想斩草逐温 崔永元也是公知 他就是公共知识分子 他抱着一颗爱国之心 就要为民请命 就要为国家的长远大距考虑 指出他当下的不足 这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